假设你现在是老师要开课 请你把你的Meet打开 发起一个会议 发起一个会议 你先把那个麦克风关掉 因为现场这么多人怕会干扰 好来麻烦各位先登录你自己的Meet 你自己开一个教室 登录 Meet本身就会有镜头可以抓到 对不对 请你先进到 自己开一个教室 自己开一个机会进入你的Meet教室 假设你现在在对学生要上课 好那你在Meet里面镜头打开 请你随便拿你刚刚使用好的东西照一下看看 是不是颠倒 现在是用Meet里面的摄影机去看 是不是颠倒 一样刚刚的原理 一个摄影机只能被一个软体抓到 对所以如果你的Meet看不到摄影机 请你把刚刚的那个视频关掉 这个大原则请你要掌握住 一台摄影机只能同时被一个软体使用 对不对 会颠倒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用Meet上过课的人 然后你要开镜头给学生看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 你一定会发现镜头里面的东西是颠倒的 或者你叫学生把他的答案展示给你看 你会发现你台人那里都颠倒 学生的也会有这种现象 那我们先讲老师 怎么把它辨证的 所以正常的情况 比较正式的情况 应该是我要先把Meet的摄影机先关掉 然后我去分享桌面 去分享桌面 然后分享桌面的时候 用我刚刚的软体 用我刚刚的这个视频打开 应该是在这里去辨证的 然后来上课 所以你在 这时候你在那个Meet里面看 应该要是正的 就是跟这边是一样 因为你是展示桌面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时候有两个萤幕就很重要 因为你要对照着看学生的状况 正常的情况是把Meet的摄影机先关 然后再去分享桌面 老师要分享出去的东西 正常的情况操作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个反向的问题 那可是这样还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 手写的东西要给你看答案 它放在镜头上还是反的 对不对 好 来 各位 我们来安装一个外挂 切换一下 好 那再 我先把我的书签列关掉 Meet浏览器 它其实有一个外挂 那这个外挂长相是这样 它叫做Google Meet的镜像模式 那外挂要怎么安装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在Google直接搜寻 镜像这个 好 各位老师 以后你遇到任何不知道的问题 你就是问Google就对了 就是这样的方法去问 你把几个关键词丢给它 它就会帮你找到解答 那你就去看里面的内容 所以 你就会发现 它有一个叫做Google Meet的外挂 在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那所以你看 抓到这个东西 你就把它安装 安装之后 它会出现在 这里 或者是这个里面 那请各位先去 把这个找一下 Google Meet的镜像模式 好 那Google的外挂是这样子 你如果安装了它的外挂 它原则上会出现在 浏览器网址列的右手边这边 这个区域 那如果你的外挂很多 它会有些东西 会被挤到里面去 看不到 那所以呢 你在这一个像拼图 这一个图案上面 它叫扩充功能 你把它点一下 你在这里你可以决定 这个丁选的意思 就是要出现的 所以你把要用的 要丁选的 常用的把它丁选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不常用的 就把这个勾勾拿掉 它就不会出现在这边 好 所以丁选工具列 那不要用的呢 不要用的 你就点点点 把它移除 把它移除 所以这个是它的 Google的外挂扩充的功能的选项 所以你把它丁选在这边 以后它就出现在这边 那出现在这边有什么好处 我们平常的分享 就是你的Google Meet的画面 因为我现在是只有一个画面 我们现在看左边这边 你看左边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电脑的左边是长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要你看的东西是相反的 比如说学生展示作业给你看 你发现相反的 请你把这个镜像打开 打勾 打勾之后 好 回来 来 各位看一下 这边就跟刚刚的画面是颠倒 有没有 我的 我分享的 我这边本来左边是Windows的画面 对不对 这个里面变成右边是Windows的画面 它就相反了 这样各位了解吗 所以学生这时候展示给你看的东西 应该就是正的 现在是我分享的 各位试一下 那我觉得你可以两个老师一组 你登录隔地老师的Meet 然后你就可以确认这个功能 是不是这样OK 他看到的是正的还是反的 你看到的是正的还是反的 那你不要紧 这样就把那个Google拿掉就好 那这个是用Meet本身 刷的那个镜头 来处理 或者是你分享的那个桌面来处理 所以反正就是在Meet里面 他就把你的整个画面都反向就对了 学生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像刚刚装间外挂很困难 学生我们就是让他直接在上面 席座上面直接写 写的举起来给老师看 那这时候你的镜头看到是反的 所以你只要开启那个镜下反正 你就可以看到他正的作念 这两招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反向问题 我会建议到各位在使用Meet的时候 然后还是接两个镜头 所以现在你双萤幕已经是家里的系细 配细 单萤幕真的不好操作 那一个又要看到学生又要看到教学内容 或者还要看到学生的画面到底长什么样 我甚至都觉得要删你 那你没有三萤幕的人 你就拿一个平板或手机看一下 学生的画面长相 这样比较被确认 反正就是 如果学生要看我们的画面 他如果看到的是反的 可以说老师敌人是反的 那你就用这两 用这两个方法去处理 就可以保证可以处理 然后或者是学生 给你看他的答案 是反的 那你就用镜像这一个就可以处理好 所以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正面